国内水情相当严峻 而石门水库蓄水量降到有史以来同期的最低点 为了要强化水源的永续 同时缓解企业用水燃眉之急 桃园市政府投入了49亿 要推动桃园北区水资源回收中心 再生水计划工程也跟在地的企业 包括像是中油桃园利油厂跟亚东石化签订再生用水契约 在各部会长官见证之下签订用水契约 桃园市推动再生水计划预计113年起率先提供 每日4万吨的用水 要让在地产业没有后顾之忧 再生水厂是位于北区水资源中心 那原来的水是放流 那我们预定建构一个11万吨的这个再生水厂 那第一期有到达4万吨 那么经费是由营建署全额补助 那市政府跟经济部共同来推动 那今天的签约主要是两个用水大户 中油桃园列油厂 以及位于官邑工业区的亚东石化 气候变迁加上降雨量分布不均 桃园市门水库蓄水量创下历史低点 为了积极强化水资源回收 桃园市建构台湾北部第一座再生水厂 第一期113年完工 将可日产4万吨的再生水 经过滤渗透程序处理 水质甚至可以优于自来水 一天11万吨来计算的话 那么一年可以超过 这将近4000万吨 那向石门水库蓄积量只有这个2亿吨 那这等于是这个五分之一的水库的量 未来如果说这个再生水的这个使用普及了 那南区的水资源中心也会再推动 透过循环利用开发新型水源 也开启桃园市再生水产业发展契机 迈向水资源 永续目标记着桃园做了